给我们的飞机里面加上满满的一杯水 测试它的载重能量 我们给它画一个圈 做一个飞机的返航记号简 现在我们在这个圈里面直接来个起飞 来我们解锁飞机的电机 直接上升高度 这个水还不够 咱们再给它加一点 直接给它盖满 可以看到这个旋轻效果 非常的好 这款是我们大江L-S 可以飞500米高 12公里远了 咱们飞机旋转一些 我们先把这个飞机 给它飞到水面的上空去 来 走你 飞一点飞高 直接飞到水面的上空 可以看到飞到水面上空的时候 我们的手机像素也是非常清晰 它是2000万的实时像素 来咱们调节一下 看这航拍画面 来咱们在空中旋转一下镜头 看这个房子非常的清晰 来咱们电胶展示一下 这款是最大有8倍变焦 这有个阳台 看到没有 我们看它有没有人乘凉在这里 哇 太清晰了 好 咱们再给它变回来 我们今天在户外要测试一下 在水面上空的时候 关闭我们这个遥控器 飞机它能不能进行一个返航 来咱们现在直接关掉遥控器 可以看到我们遥控器的灯光 已经熄灭了 对吧 然后屏幕也黑了 涂床都失去了一个信号 手机咱们也要关掉 直接给它把手机放到地上 不用管它 看我们这个遥控跟这个飞机 都失去信号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飞机能否成功 给它把上面的一杯水 给它安全的带回来 这款也是适合我们新手 入门那款智能航拍机 带有低电返航 失控返航 一键返航 并且带有智能跟随 延时摄影 大肆镜头 全体照片 可以拍照 可以录像 带有四项避站 前方 上方 底部 下方都带有避站的 并且还带有一个 夜晚补光灯 和红外的传感器 操作起来相当的简单 适合新手朋友 在户外拍风景旅游 都是可以的 从来没有玩过的 都是可以轻松上手 好 飞机正在执行一个安全的板 看它能不能安全的回到我的手上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画好的层层里面 好 飞机已经回来了 它遥控器没有操作了 来 咱们用手给它装住 等一下它 不用管它 来 咱们用手抓住它 喜欢这款的 来 我直播间 一种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YK